Hello 大家好 剛剛的端午節三日假期 都是那句 大批香港人經各個口望不上消費 本身板珠和煮飯婆都不想就這樣蹲在家 都想去一下旅行 三日兩夜也好,兩日一夜也好 即日快閃也好 都想不上玩一玩 但奈何家就有點急事 所以整個端午節假期都留在香港 為了補償假期去不到旅行的遺憾 本身板珠和煮飯婆就決定 在堆午節假期之後的那一天 即6月11日 我們就各自請一日假 快閃不上 想去吃東西也好,買東西也好 總之就要找些東西做一下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關口沒什麼人 而同時間 板珠又見到香港的百萬網紅 在IFC那裡吃了一個日式漢堡 他就拍到很好吃 不過就要排一個多兩個小時 等候補 而除了他之外 也有其他網紅去試吃 甚至還有人飛去日本吃 我們這次反正都不想 又沒想到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想做 於是就決定做一件事 就是去找一個商場 吃相同種類的東西 也盡量吃相同份量 比較一下價錢 好不好吃 等位久不久等等的因素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去片 首先大家都會見到 端午節過後 關口真的沒什麼人 過往叫車的話 沒回15分鐘 車都進不來 今次叫車之後 司機都馬上回覆 告訴我們 其實車一直都在 你隨時走過來都可以上 上到車之後 都發覺 平時塞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條大馬路 今天就暢通無阻 很快 我們就來到這次的目的地 就是這個叫做Coco Park的商場 本身 他就近福田口旺那邊多些 還有可以坐地鐵 坐到購物中心站那裡下車 不過因為我們是經深圳灣口旺那邊過關 所以就叫車過來就算了 至於為什麼要來這個商場 就好像剛才片頭所說 我們就想挑戰百萬網紅 在IFC吃的那個日式漢堡 話說他在IFC吃那餐 由於就沒有訂位 所以就是在外面排隊排候補 就大概排了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進去 最低消費就要押一個套 有三塊漢堡扒 最後連著飲品 連著加一 就要190元港幣 而飛去日本吃那位 就說一個套 大概要2000多日圓 那折合港幣 即是都是81-82元左右 所以我們今次就想挑戰一下 回到內地 吃相同的東西 有沒有最低消費 味道如何 以及吃了多少錢 那好啦 話那麼快我們就找到這間 叫肉肉大米 他都是主打日式漢堡扒 基本上他吃的東西和喊法 就跟百萬網紅那個是一模一樣 雖然今天就不是假期 不過碰巧人家吃飯時間 都排了長龍 那就不要緊 排一陣隊 公道比較 版主和煮飯火大概排隊要排多久 排隊期間就欣賞一下師傅的刀工 還有看看舊牛肉先 看色水都知道舊牛肉都應該挺漂亮的 還有新鮮的 那見到那些廚師一口氣要煎這麼多 都證明這間店都挺好生意 那香港那間店的一個set 就三塊漢堡扒 連街就收190 那這裡一個set三塊漢堡 最便宜可以78元人仔 如果你想要其他口味就會貴些 就會去到88元人仔 不過公道比較 這裡的set就沒有飲品 那好啦 雖然是吃飯時間 但其實我們只等了10分鐘左右 就已經有位坐了 那我和煮飯店 就一人一個小的set 即兩塊漢堡扒 那些漢堡扒 他們就要慢慢煎 湯 白飯 和溫泉蛋 或者生蛋 他們就會先上去 那一來這個麵豉湯 就已經有驚喜了 麵豉湯一般都離不開味噌 和海帶 但是這裡竟然有蜆肉 而又為了避免你以為蜆肉是假的 他就整隻蜆上給你 那話說這間店 就全部都是巴桌 剛巧我們兩個位置 就在爐面前 那就可以拍著他們煎漢堡扒 不過他們的樣子就有點尷尬 那不知道是不是不習慣 人家這樣拍著他 那就算了 拍了一會我還是收機了 那吃這些日式漢堡扒 他就不會煎到熟一熟 才上給你 他們會在這個煎爐那裡煎熟了一個面 裡面呢 就可能只有三成至五成熟 這樣就上了 然後你前面那個位置 就再有一個爐仔 就會慢慢再煎熟 所以你可以生生地吃也可以 或者好像板煮一樣 熟完之後才吃也可以 肉整體來說 肉味非常之重 好吃的程度 其實是不用點醬都好吃 那他跟餐呢 就送溫泉蛋或者生蛋一隻 煮飯婆就要了溫泉蛋 那我就要生蛋 那吃這些漢堡扒 那隻生蛋就用來拌飯 就最棒了 那我們兩個人各自點的 就是一塊原味漢堡扒 另外那塊就是第二種口味 煮飯婆那隻呢 就是芝士漢堡扒 而板煮那個呢 就是加青椒紅椒 那加了芝士的這個呢 芝士味就非常之夠 那如果你是那些所謂的芝士烘 這個就一定要試的 那煮飯婆也是 所以就適合他了 那板煮這個呢 就是加了青椒紅椒 那是辣辣的 那板煮就不是說特別喜歡吃辣 就只不過呢 他這間店有三款口味 那純粹打算叫他試完 那樣子 那板煮就略嫌辣味太重 就有點蓋過了肉味 那當然啦 如果你們是喜歡吃辣的話 那相信這個你們都會適合的 那好啦 這一餐吃完呢 埋單就156元人仔 兩個人 那就是我們兩個人兩個Z 加上叫了四塊肉呢 都便宜過八萬網紅在IFC吃那個 那整體水準而言呢 板煮就不會覺得呢 因為便宜了之下 食物質素就會下降 他用那些肉啊 其他材料啊那些呢 你吃進口你都會感覺到是新鮮的 那變成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吃日式漢堡的話呢 都可以試下來這一間的 不過事先聲明呢 板煮就沒有收廣告費 今次吃這個呢 都是自費的 那好啦 吃完午餐之後呢 我們就不會馬上走的 那反正都是呢 就在附近先 那Coco Park這個商場呢 剛才那一層呢 就全層都是食物 上一層的話呢 他會有一個很大的平台 就基本上全層都是野飲啊 雪糕啊 甜品啊 那些店舖的 那所以剛才為什麼板煮那餐呢 這麼不志在的野飲呢 就是因為打算吃完東西之後 來到上這一層 看到有什麼適合的野飲就可以買 那在Coco Park玩夠之後呢 就坐一個站地鐵 就去到旁邊的皇庭廣場 那當然啦 本身是走路都已經過去的 那只不過呢 當天天氣就不是那麼好 就免得臨雨 所以都是坐一個地鐵站就算了 那來這邊的目的是為什麼呢 那主要呢 都是為了去合馬先生那裡買定送 那版主就開頭以為呢 過了復活節假期就應該沒什麼人啦 那沒想過呢 合馬先生那裡都是爆了牆的 那大家看到的畫面呢 都會看到 就算是走一呢 原來那些合馬先生都可以這麼爆 那對比上一次條片 版主去旅馬呢 那現在就真的發覺 其實旅馬真的很好行的 那不過某程度上都明白的 那合馬先生的網絡又好像企理一些 乾淨一些 還有有些人呢 就說合馬先生的東西的價錢是便宜一些的 那說到便宜的話呢 版主就突然想到 現在坊間呢 都有不少人就介紹大家的連堂口岸那裡買菜 那版主呢 就想著下一次拍一條片呢 就專門說連堂口岸附近那些街市 現在的物價去到什麼程度 和香港的街市比較又會便宜多少等等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不妨留言說下 那版主下一次回深圳呢 就在連堂那邊過 然後呢就去那裡買東西了 那晚上那一餐呢 我們就來到這間叫做街邊鐵桶的店舖 那他主要呢 就是吃行銷的 而最近呢 也都有很多的KOL呢 就在幫這間店舖賣廣告 就說好好吃啊 好底啊 CP值好高啊等等的 那版主來到的時候呢 那些店員都說呢 那個香港真什麼什麼之前那天都來過 還幫他們拍影片 那店舖主打推介呢 就是200元不用就有一個二人套餐 那都是例牌的 有些前菜啊 有個冷麵 有幾款不同的肉 還有呢 就說有新鮮的鰻魚即湯即燒 那沒所謂啦 200元不用就試一下咯 那首先一來他就給了一個南瓜湯 那但是呢 味道就偏甜的 那對比我們平時香港在西餐廳喝的那些 那味道就差太遠 那坦白說 這個就要看大家接受程度了 那他主食呢 就可以選拌飯或者冷麵 那拌飯上次在橫江就吃過了 那所以這次呢 就想試一下冷麵 那都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他冷麵的湯底還是汁底呢 又是偏甜的 同樣都不是香港人吃慣的口味 又是那句啦 都是看大家接受程度的 那好啦 前菜看完 煮食都看完呢 那大家最期待呢 就是那些烤肉了 那他這個套餐呢 就有一份牛五花 有一份黑豬五花 之後呢 就還有一些麥魚腸 金針菇那些 那不過相信大家呢 都是會集中看一下 碟牛和碟豬的 那牛肉就OK好吃的 特別他燒之前呢 就已經醃了 那些平時吃烤肉的韓式醬汁 那基本上上了碟之後呢 都不用再蘸東西的了 那但是呢 豬呢 就反過來的 是完全沒有醃過 一塊淨肉這樣上 那就變成一定要蘸它的醬 蘸它的辣粉 你才吃到有味的 那為什麼牛肉和豬肉的做法 會去到這麼極端呢 那就真的要問回店舖才知道 那好吧 主角中的主角呢 就終於出場了 就是這條燒鰻魚 那它的鰻魚呢 基本上都是standard size 那基本上呢 每一條呢 它都會切十塊 好像現在這樣 那些職員就說呢 如果是燒鰻魚的話呢 一燒了的話呢 就不停的了 一定要燒完整塊才可以的 就不可以說好像那些肉這樣 燒一下停一下 燒一下停一下 或者肉凍了之後呢 又放下去燒熱它 它說鰻魚就完全不行的 一燒就要燒到熟 燒到熟 燒到熟就要馬上吃 那如果不是呢 之後的味道就會沒有了 那不過呢 我不知道是那些鰻魚不漂亮 還是幫你們燒的職員 始終都是太年輕 就不是專業的 那晚煮和煮飯火 就發覺吃鰻魚的時候呢 就很明顯吃到碎骨 而那些碎骨呢 也都燒不軟 或者燒不脆 那是要挑出來才吃到 那這裡好快說一說 如果有吃開燒鰻魚的人 就應該會知道 那如果燒鰻魚的時候呢 控制得火候控制得好 或者燒到剛剛好夠熟的話呢 它鰻魚的軟骨呢 是可以燒到脆了 又或者是燒到軟了 可以照吞下肚子的 那但是這次呢 就真的完全不行了 要挑出來 那至於是什麼原因呢 就要老闆自己去找 那吃完這餐之後 板主也給了一點評語 那首先都是那句 如果整個set 兩個人合起來是200元不用 即是人均消費是100元左右 其實坦白說這一餐 都不能挑剔的 當然剛才也說過了 那些鰻魚燒得不太好 那些骨就不能吃了 而同時間呢 那些前菜有自然 不是很適合香港人的味道 那不過呢 板主要留意到的 就是第二樣東西 就是這間店鋪的適應 幫我們燒東西吃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燒得很趕時間的 那樣的 我們吃的時候呢 其實就只是一個閒日 晚上五點多鐘左右 基本上我們坐下到吃 到吃完走的時候呢 牆都是未爆滿 那但是呢 店鋪就出動了兩個適應 就輪流呢 在這裡燒我們台面的食物 那我們台面的食物呢 其實坦白說 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 就已經被它燒光了 給人一種感覺呢 就好像想我們快點吃完快點走 然後把桌子交出來 就招呼下一台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有違香港人不想消費的原意 就是想吃得輕輕鬆鬆 不用這麼趕後趕命的 而且我們這次來吃飯呢 就已經又選了閒日 又已經選了非繁忙時間 下午五點鐘鬆一點這些時間的了 那但是呢 都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他們現在這些做法呢 就跟我們在香港茶餐廳吃東西 趕快上了給你 想你趕快吃完 就盡快把你走 交出來一模一樣 基本就沒有分別 那如果各位想光顧這間店鋪 就要考慮一下自己能否接受到 那好啦 我們端午節後的一日快閃之旅 來到這裡又可以差不多完結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那個關口現在就沒什麼人的 都是那一句啦 閒日來的 都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這麼急趕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相關的經驗呢 不妨都留言討論一下 那好啦 影片去到最後呢 版主有老套的說句啦 版主就不是拍開旅遊片 或者飲食片的人來的 如果拍得不好的話呢 就請多多見諒 又或者呢 可以留言發表一下 有沒有什麼拍攝的建議 或者有沒有什麼地方是想版主去一下的 如果覺得版主拍得OK的 都不妨留言支持一下 給個like和share版主的影片出去啦 那好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